好,那我們趕快來進一下威力導演 威力導演學校這邊安裝的是14的版本 好,14的版本,目前最新是15,剛推出不久 所以沒有關係,那有完整功能是最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老師或同學你回去要用 我們剛有提過就是有那個免費的版本,你也可以用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到完整功能就好了 直接進到完整功能 那威力導演什麼時候用它比較好 如果你要比較完整的剪輯功能 或者甚至你要加上字幕 還是你要比較多的一些所謂的特效 那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就用所謂的威力導演 效果會比較好,比Eddie Blender來的好 因為Eddie Blender它畢竟不是用來做所謂的專業的影片剪輯 所以它的功能在影片剪輯部分是比較基礎的 那你有比較多的這個需求的時候 我會建議用威力導演,那效果都蠻不錯 那首先我們先把整個介面先介紹一下 您進到完整編輯功能之後呢 第一個,你會看到所謂的媒體內容 也就是說我們要做的這些 我們一般程度的素材 包括影片啦,圖片啦,聲音啦,音樂,膀白 通通都會放在哪裡 通通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那它就依序往下 那麼下面呢,這邊是它的時間軸 也沒有覺得看起來也很熟悉對不對 跟剛剛我們Eddie Blender一樣 就是一個一個塗層 只是我們一般在影片剪輯的時候 稱這個稱作是一個什麼 軌道 地極軌,地極軌 好,地極軌 那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個軌道 是在最下面 我們一般圖層是 放在上面是屬於上面嘛 它顛倒過來 所以這一層 雖然在最上面 可是它是在最下面 第二層會跌在第一層上面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那它可以繼續往下 好,繼續往下 那我們現在 就來看一下 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做所謂的生物觀察 或者是一般 各位都有聽過的縮時攝影對不對 那怎麼做 Eddie Blender也可以做這樣 威力導引一樣可以做 來 如果您剛剛有下載這個 我們在這邊 不是有這個練習的影片嗎 對不對 不管你是第一組第二組 都沒有關係 你先不要直接點開 你點這個三角形 有沒有在資料夾中顯示 這樣子你會找到它存在哪裡 那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是存在這邊 是存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下載這裡 那你可以找到 放到你自己 比較找得到的地方 你看我把它打開 這裡 有沒有這樣一張一張的 對不對 這是 我暑假有張 有張光 好,如果呢 你是手動的 其實也可以達到 縮時攝影的效果 但是每次都要按 要按很久 這樣沒錯吧 什麼時候會用到縮時攝影 就是這個場景 比如說我們要看冰山融化啦 日出日落啦 花開花蟹啦 那這個 用錄影 雖然可以 但是怎麼樣 打開很大 對不對 那 不需要 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說 我們就 隔一段時間拍一張 隔一段時間拍一張 這樣 就可以做到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是像這一種的 你在威力導演這邊 你可以把它匯進來 就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揮圖媒體 把它按一下 你如果已經整理 這個資料夾 真的是最好 因為你只要選到 那個資料夾就可以 以我現在來講 我放在下載裡面 第二組 好,就選這個資料夾 有沒有 這樣就全部進來了 那你全部進來的時候呢 這麼多張 怎麼辦 要把它丟下來啊 可是一張張丟太慢了 所以跟我們檔案總管一樣 按住什麼 SHIP 就可以第一張選住之後 我按住去 選到最後一張 現在全部選起來了 按著它丟下來 有沒有 這樣丟下來 我現在第二組的張數比較少 所以這樣一進來 好,那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如果在威力導演裡面 我們剛剛有看到 在Eddie Brand的幻燈片 一張預設是多少 是3秒鐘 對不對 那麼如果我們在威力導演呢 一張的話是幾秒 來,先了解一下 這裡有沒有時間的單位 有齁 好 最後面先不看 最後面這個先不看 10分秒 這樣你們比較清楚了 所以在威力導演裡面 預設一張照片 長度是5秒鐘 但是呢 如果這樣你要做縮時攝影 那不就瘋了嗎 你看我們這樣一播 全片 這裡可以按 全片就是你完整的那個內容 完整內容 你可以按播放 哇,那就5秒鐘才換一個啊 有沒有 是不是很慢很慢 所以這樣當然不OK 我們要把它變短一點來 這裡我把它全部選起來 有沒有,可以用框的也可以 只要看得到 萬一你的那個時間軸 就張數比較多 它可能會比較大的話 怎麼辦 這裡也有一個 有沒有檢視整部影片 跟我們剛剛那個時間軸 欸,有沒有那個縮放一樣 你可以按一下 它有沒有自動縮放到可視範圍裡面 好,這樣你再找會比較容易 好,我可以按右鍵喔 我就全部一起調整 有沒有要設定片段屬性 那就一張一張的 我就可以直接指定它的長度 十分秒 一張連一秒都不用 那,欸,那秒後面 我們剛剛略過的那個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視訊有不同的什麼 規格 就是不同國家不同規格 有美規有歐規 也有什麼定義的 那原則上如果說 我們台灣只用這美規 就是一秒鐘 30格或29.97 也就是30格之後 會進規多一秒 好,那如果我們是用歐規的是 一秒鐘25格 那電影就比較統一一點 一秒鐘24格 好,一秒鐘24格 好,那所以我們在這邊 預設的話 威力都很裝起來 因為我們在台灣吧 所以台灣自動選擇是美規的 一秒鐘30格 好,一秒鐘30格 所以我現在呢 一秒鐘 我一張照片我就撥10格就好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秒 好,三分之一秒 所以我要確定喔 有沒有全部變短了 因為每一張的時間都變短嘛 所以我們按一下全片 我們播放看看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您可以透過 如果說你是像這樣一張一張 拍起來的人 想要變得類似縮時攝影那種效果的 您就利用時間的長短 把它選起來 所謂的片段屬性 直接設定長度就好了 這樣OK 可以齁 那這個呢 我就先暫時留在這邊 等一下呢 我們先來看另外一個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影片的基本剪輯 這裡我也要稍微講一下 齁